大家好我是阿信大家 BOB今天是8月23號 禮拜五也就是我們ARC拍攝9月商品的一個拍攝日 要帶大家快速的看一下這個月發售哪些品項 可以說是蠻豐富的啊 接下來不免俗一樣帶大家看一下我帶了什麼鞋款 來搭配9月的商品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的第一雙來搭配ARC 9月商品鞋款就是這雙 Alias跟Jerry Lorenzo一起合作的系列 叫做Alias Fear of God Athletic 系列 那這個系列的主要都是會幫我們比較復古的籃球支線去做發展 所以他們旗下的單品都是可以拿來打球的 所以這雙鞋款基本上也是一雙籃球鞋 但是它的外型就非常非常特別 非常簡約 承襲了這個Jerry Lorenzo這個極簡的設計美學這樣子 那這個配色是新的 那感謝Alias寄給我來穿這樣子 所以我今天就把它拿來搭配這個9月商品 那看一下細節整個東西是用襪套絲做成的 旁邊再加上這個Catch來座位包裹這樣子 然後鞋扣我覺得是蠻酷的 它是做這種快速的調節扣 然後上面就有這三位一體的一個三條鋼的logo 然後後面呢也有Feel of God 主線會出現的字體袋 O-O-H 非常通透的一個明白色透明大體 那雖然說這雙鞋呢是藍酒鞋 可是我覺得它外型也非常適合拿來做搭配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第二雙就是最近剛入手的這一個 柏肯Boston 也是灰色的 太實穿了所以又入手了這雙灰色的Boston 底呢這邊也是做一點藍灰藍灰的感覺 我自己是穿四號28.5公分 那基本上我可能都是小女朋友去買 那等一下因為有短褲單品 所以我覺得搭配這種Boston的鬆弛感 是會蠻足夠的 所以就拿這東西來搭配 這一個月發售的單品有短褲 所以呢就選了一雙非常好搭配短褲 好它就是這麼髒我都不想擦它 讓它舊舊長髒這樣子 來搭配這一次發售的軟褲 當然還有這雙BB的Tie 皮鞋 切爾西鞋 這一次又拿來搭配 那接下來呢 大家看一下這次發售的戰品有什麼 首先會在9月的第一週跟大家見面的就是 這一款Beggy Pants 黑色這次只有2 黑色那它就是上面有一點輕微的水洗 破型呢就是非常Beggy 這樣原來看得出來吧 就是大腿從大腿到小腿都是一樣寬 可以做非常寬這樣子 所以非常適合想要穿這種 上短下寬的朋友 背後的洗標 好這是我們的泰迴克洗標放在這邊 這些褲子呢雖然說這樣乍看之下有沒有 素素的對不對 但是呢 1 2 3 再加上這邊呢 也有三個小洞給你 為什麼要這樣做咧 這件褲子上面的鐵件啊 是可以拆卸的 這一個配件 然後搭配這一個 底座 你就可以隨著自己的喜好有沒有 去穿插在這三個給你的洞裡面 你想要放這邊 沒問題 你想要放這邊也沒問題 從你這一個 我們的星星的一個LOGO 的鐵件呢 也可以這樣使用 這個設計會延續到很多褲子裡面 我們會推出相關的這種 徽章 給你來做自己的一個DIY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 可以讓你玩出自己感覺的一條褲子 可以不用擔心說 用這種方式有沒有 會掛到你的肉什麼之類的 都有做比較 光滑的一個表面處理 所以它比較不會掛肉 好嗎 洗底的時候呢 建議就是把它拆下來洗啊 好不好 就是 你要帥嘛 就得麻煩一點點 這兩個東西呢 必須要跟大家先講 就是說 這是我們特地開模做的 那它的數量呢 跟牛仔褲的數量 是剛好配好的 所以今天你真的不幸萬不一 或滿不一 這個不見的話呢 就是 我們這邊真是沒辦法 升一個新的給你 好 真的很抱歉 所以各位務必務必一定要 保管好這樣的東西 好 就是 基本上我們有測試過啦 你如果穿進去之後呢 把它鎖到最緊 它是不太會掉下來的 好 那再來就是 你在洗衣服的時候呢 一定在下水之前 先把它把它開來 因為這個材質呢 比較硬 怕刮傷了你的這個洗衣機 也怕購到其他衣服 所以 不建議穿著下水洗 好那講回這個 穿動的這個設計邏輯 9月發售是配這兩個 剛剛有講過嘛 那其實10月或者是 以後發售的那個褲呢 會配另外兩個給你 所以我自己 非常期待說 各位如果兩條褲子都買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 A褲子的徽章 放到 B褲子上面 或者是把 B褲子的徽章放到 A褲子上面 就是交叉的去 穿插在你的褲上面 就是會讓你這條褲子 變得更有自由味道 好的 那跟著這條長褲子發售 還有什麼呢 相信各位看到 就是掛在前面這條 酷鏈 然後上面呢可以看到 我們都非常多ARC的元素 包含這一個軍牌 綠色的ARC 後面呢也是給你很多這種 弧形的一個雷射雕刻處理 往下看呢 這個扣子 上面有ARC字體 星星LOGO 以及這個登山扣上面呢 也都有雷射雕刻上 ARC的LOGO字體 所以這兩個 這個兩個單品呢 會同時發售 給大家搭一組的這樣子 那這個酷鏈呢 其實之前 我發一點樣品的時候 就蠻多人在問 所以各位朋友不要錯過了 這次發售 Yes Sir 9月的第二週發售單品 各位記不記得我們在7月 pop up 的時候呢 有一款飾品 叫做 Roommate chain and the bracelet 對吧 其實那時候採預購字 但是呢 預購當天就截止了 可是後續還是陸續 收到非常多 夥伴們的一個詢問說 想要那時候沒辦法去發發 所以沒辦法預購 沒買到很可惜 所以呢我們這次就為了一些沒有買到朋友再一次的 少量推出的這一次的Roommate bracelet 以及Roommate Cuban chain 好不好 細節一樣帶大家看一下 首先就是熟練嘛對不對 然後這次呢這個設計就是有點使用OT code的感覺 來做延伸 但是把它踢呢 變成我們這個 Arc Room的鑰匙 像真的一個Roommate才有一個專屬鑰匙嘛 才可以開門進去到你房間裡面 所以呢就有這個鑰匙的顯化 然後呢這個圈的部分 ALL的部分 上面就是圍繞著ARC的LOGO 然後材質呢一樣是3161L鋼 然後它有非常多的尺寸可以做調節 不管是男生女生呢 都可以去做使用跟佩戴 最好的樣子怎麼樣子 買一條給你女朋友 因為你們住在一起嘛 Roommate 對不對 一樣一條 我之前看過有人把這條 這個室友古巴項鍊 拿來當成狗鏈的 其實我覺得蠻合適的 它就放在科技上面這樣子 那既然講到這條項鍊呢 大家看一下這一條 室友的古巴項鍊 那延續剛剛這個OT扣的一個設計 一直到了這一個項鍊上面 那這一次比較特別是因為 我們怕這個OT扣太大 會容易在帶的時候過程掉下來 所以這一次項鍊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用這種 焊死的一個方式來呈現 固定住了 然後鏈型呢是用古巴鏈 給很多調節扣給你 新興的一個對式龍蝦扣 不要配啦 夏日炎炎 像我這樣穿一個背心有沒有 來搭配一條 比較短一點點的古巴鏈 其實就很對味了 這時候再加一點小小胸肌 唉唷 這感覺就不一樣了 It's starting I'm saying 繼續講到9月的第二週 除了是禮拜四 發售這個room mate 手鍊跟香李以外呢 下週其實還有一個連假 就是中秋節 雖然說這個中秋節呢 媽的只有一天而已 還是得回家一過 好吧 那回家就是要幹嘛 烤肉嘛 那烤肉要什麼 就是扇子 第一年pop up的時候 我們證明就是做扇子對不對 沒有錯 一樣延續這個概念 做一個扇子 要給各位回家烤肉三風 用最酷的一個工具來三風點火 雖然說我們之前有出過扇子 但是這次的扇子呢 我們又把它做得更完整一點點 包含這個木頭做的一個餅 握餅有沒有 它是相當低有質感的一個木紋 好不好 然後上面呢也有印上了ARC的兩個星星logo 在這兒 然後這邊呢是這個ARC logo 另外一面呢是橫的ARC logo 非常薄 OK喔 不管哪一面其實都挺帥的有沒有 對那要怎麼得到呢 這個扇子呢 只送不賣 這算是滿而已 費滿 2999就會送你一個扇子 OK 那如果你是禮拜四下單的話呢 正常我們是六日就會到你手上嘛 所以這時候你拿到之後呢 就可以帶這個扇子去烤肉 好不好 你也不侷限於只有買這個 室友項鍊跟室友手鍊 其他官網商品 只要你的一個訂單裡面金額 超過2999就會獲得一把扇子 那一樣是數量有限送的為止 我們只有做 200多個而已 希望大家呢 在中秋節的時候都可以拿這個 三子帥氣的烤肉 跟你的朋友 跟你的家人呢 共付這個非常歡樂的中秋佳節 接下來 來到我們第三週會發售的 單品呢 就是今年春夏最後一款短梯跟短褲 給大家看一下 短梯的部分 長亮的 我們這次一公開出的深綠色 ARC的標準綠 現在的曠光 看起來可能比較白一點 你看 看到嗎 其實正常應該是這個顏色 比較接近黑色的一個綠色 ARC比較綠色 然後另外一件呢 就是比較深的奶茶色 OK 細節大家來看一下 這件版型呢 是Type B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袖口是做鞋的 然後異常有比較長一點點 Type B呢 就是其實我是拿來設定 搭配短褲的 所以它異常比較長一點 好不好 所以它就不會有 Type A的一些細節設定 主圖呢 就是胸前這一個 因為我們喜歡吃滷肉飯嘛 滷肉飯上面一定要加什麼 油蔥 對油蔥一定要 但是還有什麼 就是 荷包蛋 荷包蛋可以晚上吃 早上也可以吃 當早餐 非常健康的一個食品 我怎麼像食品頻道呢 喂 反正呢 這一次就是利用荷包蛋 做一些比較超限時的設計手法 把它呈現在這一件衣服的中間 那 雖然是荷包蛋 旁邊這樣 煎得這樣 欸 這邊用番茄醬呢 淋上ARC的一個Logo 畫出來 然後這個蛋黃的部分呢 它雖然是蛋黃 可是你仔細抽進去看 你會發現它其實呢 是一個 Lemon 就是把它做一個合成 Q版的一個字體 草寫在這裡 Morning in the art room 在這個 ART room裡面 享受 沒有要早晨 OK 這就是 今年夏天最後一件短梯 這件我們叫做 荷包蛋梯 我剛剛講到 Type-B 其實就是要搭配短褲嘛 對不對 所以相對應的 這個第三座的其中一個品項呢 就是短褲 這一件短褲也是 今年夏天最後一件短褲 好不好 Yes Sir 我們這邊出了 均綠色 以及 淺卡奇色 材質 大家這樣聽到這個摩托 它是應該知道什麼材質吧 就是帶有一點機能性 好像脫水的一個 玉子纖維材質 那在短褲的細節裡面 你也可以看到我們ARC 也很常使用的 一個弧形的一個拼接 縫線 手法 在這邊一道 打在這邊 旁邊也附了兩個口袋 讓你裝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然後這個口袋呢 其實跟它的 整個褲管 是沒有做縫合的 所以做了一點層次感在這邊 兩邊都是 然後旁邊看起來 就有一個 在Archery上面出現的織帶 這是我們ARC自己開發的織帶 七瓶胸 都看不到 只有ARC五年 旁邊這樣子 那這一條褲子背後呢 也有兩個口袋 然後加上一些 比較弧形的拼接 給你 那配色呢 當然它這個均綠色 對不對 這一件均綠色呢 旁邊就是配黑底綠製的 這個織帶 給你在這邊 然後這件褲子呢 雖然說它是用扭扣設計 可是它有附了這個 抽繩給你 可以讓你自由做調節 上衣跟短褲其實是一套的 這一件 核包蛋綠色呢 就可以搭配這一件 均綠色短褲 雖然說它都是綠色 可是它們有的這個 深淺不一 懶得去搭的話呢 可以這樣一套去嘗試 另外一個配色呢 其實也是一套的 這樣子 邊緣看其實 很OK吧 就是很夏天的感覺 掰掰 好沒有錯 以上就是9月份ARC會發售的品項 總共有這些東西 那不曉得各位喜歡哪些 哪幾樣 你們在抵銷留言告訴我 那最後呢 有一件事想要麻煩大家 就是我們ARC現在已經成立 大概一年多 一點多嘛對不對 那其實我們內部團隊呢 一直在忙著做一件事情 就是定位ARC ARC代表著什麼 那我們想一想去 想要半天 就覺得說我們的目光比較 局限一點點 所以呢我想要 煩請各位朋友 在看影片的各位 麻煩你們幫忙 幫忙訂一下ARC代表的東西 不管是什麼都好 形容是什麼都好 就是一個很親民的品牌啊 或者是一個很接力性 沒有具體感的品牌啊 或者是一個設計很酷的品牌 都可以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你覺得ARC代表著什麼 就是希望可以採納一下大家的意見 那這些意見呢 都有便於我們之後 去對於品牌設計啊 或者是之後的一個活動的走向 來做一個恰當的調整 再次麻煩大家幫忙一下 那就我們下個月見 Goodbye